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段报 我们会讲两岸国际的消息 第一单日,以色列总理纳坦雅湖暗示他与拜登会面的社会 你这是台湾网站? 不是,这是多位大陆网站 因为我们通常叫内塔利亚湖 是的,在内塔利亚湖 你有时改一些香港的桌花肉的名字 你不要在那里做卡塔利亚湖 不要让那个名字改一些香港惯用的名字 这个会见以色列的新总理的时候 好像合着了 这条片在9月19日上了Facebook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在8月的时候 跟以色列的新总理会面 此前有些人分享了一条片 就是以色列的新总理贝内塔利亚湖 在白宫的台湾办公室那里说话的时候 拜登就低头打眼睛 然后路透社的事实 就是他的Fact Chat就证实了这件事 而他这条片就是内塔利亚湖 他之前去另外一个发表 他有个镜头上的声音就说 你知道之后这个新总理和拜登会面 然后他回应就说 我听说拜登在这次回事上非常专注 他低头就表示同意 然后他出片那条人回应时就说 他自己的头都一起低头 就扮他睡觉 睡觉是很难定的 你要明白 好像我那样我都睡觉了 对不起 我开车的时候 有时都真的对不起 简直是 现在塞车的时候 简直想睡觉 例如饭后宫心那些东西 我特别想睡觉 所以拜登应该要是 每次葡萄之前 都找些小妹妹见一下 但是我怕小妹妹的效力 那找些小妹妹陪着 都可以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他应该每次都睡觉 睡觉先 因为就好像那些 德国那些 当年德国的空军 其实应该全世界的空军 在美国都有 因为你如果做空军 你在半空军 你不吃东西很危险 那就长期吃东西 如果你做任务的时候 你一定要长期吃东西 我想如果他吃东西 精神程度会好一点 可以跟他儿子拿货 没错 他儿子拿货 我估计 也不是可能 他儿子拿货 我想会比较好一点 如果不是 我相信他不能维持 但是有一样东西就是他 这个叫做食伟哥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我认识有个女星 都跟我几熟的 五熊的 他签了一个导演 那我就说 接着之后就过他出粮 那我的导演都挺出名的 肥肥地肥的 哦 接着我就问他 我们好什么 我就问他 喂 你们有没有 你能够送那些潜规则给他 什么什么 潜规则 我潜规则不是 他说 我有啊 但是问题是他不行 那我 就是不是 是他 他不行 就不关我事啊 那我 那我想了一想 我就说 那他跟你第一次的时候 行不行呢 我说行不行 那接着我就 心忍着笑 因为他那个导演 应该和他一起在梳化上 据说他们 他的studio的梳化很出名 专业在梳化上 就是大家看看戏 接着就是什么 那接着我就笑 你知不知道 真是为什么 就是第一次有剃 第一次有剃 第二次没有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 是 他说为什么才重要 所以才忍着笑 那为什么 原因就是 因为我导演很多女 他不能够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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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女子已经是救赛 也不是真是主打 所以如果他为了这条女子 去剃毁哥的话 他们毁哥每天都要吃很多都不行 所以他就要保留实力 OK 了解 那 就是不要浪费 就是这些中年人一份 我真的没有感受到 是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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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 这个状况呢 如果 如果 拜登要剃赢的话 建议审理的 那些年轻人来说 也要剃赢的话 那他就很不够了 如果他见习近平 我想要剃赢的话 就是这样解 OK 我讲个原因给你们听 所以就算是剃赢的话 他建议审理的 否则他没有空 很快就死了 这个比喻挺好 好 下一个呢 都讲讲 之前英国的查理斯亲王 过世了 那 那 所以不是查理斯 是非纳亲王 过世了 那 英国的媒体 就在9月17日 就播了一条BBC的 王室纪录片 就是 王柱查理斯 有益述自己和父亲的最后对话 如果大家有留意 非纳亲王的消息 知道他其实很幽默 而且很喜欢 他曾经有说过关于香港的笑话 不过他在今次 就是查理斯回忆 他和父亲的对话的时候 他就说到 自己在4月8日 打电话给他爸爸 就说 你99岁了 6月就会100岁了 我们都在讲你的生日派对 就是讲你的生日 接着呢 他的爸爸听力就不太好 他大声说一次 我们都在讲你生日 是不是要有个招待会 终于听到 哦 这样 他就说 我不是要为了你们这些人 都不要死 是吗 就是说 Well I've got to be alive for it Have a night 所以就有这样的笑话 是 而之前他也有访问过香港 特别是在回归之前 有一次关于环保的风会 因为当时香港的环保的水平 都是刚刚开始发展 他就说 我就不会去维港游泳 那些水那么骯髒 就是说笑 他也挺好笑的 是听说非纳亲王 而且你不要当他们 不要当他们的皇室 是很古板的 其实他和我们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据说当年的时候 安德罗王子 就是安德罗王子 就是安德罗王子的弟弟 他老婆叫沙拉 就是打安娜的朋友 所以似乎 他的朋友介绍给女人 大家做年纪 沙拉很受欢迎的 接着之后 为什么他说他在皇室很受欢迎呢 他说他很喜欢我好笑笑话 这部电话因为我好笑笑 大家很棒 最后大家就成为了皇室的宠言 后来不知是什么丑闻 吃东西之类 他就离婚了 他就没以为继 他就跑去做鸡 是的 真的不要冤枉他 真的跑去做鸡 又经常做鸡 正如很多人都想 你知道有一只很出名的鸡 是一只红毛猩猩来的 类似印尼 冬马 那些人就可以收十几港元之类 那些人相对来说 就是常身 没试过 相对来说 那些人就当沙拉是红毛猩猩 就走了去嫖沙拉那些游黄 当时的时候也很受欢迎 那些游黄纸 那些游黄纸 那些都很受欢迎 原来是这样 那我们又看另一宗消息 这宗有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事 那话说有六个囚犯 即是巴勒斯坦人 那他们就用一支匙羹 就画了一条地道 那之后就逃出了这个监狱 那这件事就被一个当地的人 就视为一个新的抗争象征 象征自由 那以色列政府捉回其中四个 那还有两个就再逃 那这件游黄的事件 发生9月6日 那他们六个人 就在以色列最高设防的 这个吉拉伯亚监狱那里 就逃走 那当时呢 即是引来很多巴勒斯坦人 上街庆祝 那这样 那虽然呢 那一个媒体报道呢 就说他们是靠一只匙羹 就去画穿那个 即是那个水槽 和画一些洞出来 那但其实呢 都不仅是用匙羹的 都用一些碟 水污柄 那样 那但是就因为 就是你知道 等于拿一些遮瑕 拿头盔出来 好像象征意大一点 那他拿着匙羹 那样 哦 是咯 应该就不止 应该都用了没有一个办法 但是 我不知道究竟有多高设防下价格 至于香港赤柱 没有人走 没有阻碍反对 因为它是水泥 香港的赤柱 就是香港的街址 你怎么也不能滑穿 所以 我想水泥都有办法 永远都有办法 但是问题 你可能办法是低一点 但是总之 水泥都不太贵 我没理由不行 那些水槽下面 究竟是怎样搞 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搞 但是问题 最后讲一讲 就是 所有这些都需要神话 就是 就是老崔都要 是将那个人的夸张 作了出来的 否则你没有办法建国 就是 你一定要做一些 就是 所以 2019年黑暴的时候 就是不停做这些神话 就是不停做这些神话 就是不停希望大家做这些假的事情 到现在还有人相信那些什么 爆眼那些 爆眼 其实陈彦霖也很神话 所以你叫我讲的话 陈彦霖也很神话 就是 但是问题不重要 大家都相信你谎话 是 好 最后一个消息就是 话说之前 大陆 就是内地 禁止了 台湾的缝里 就是菠萝 输入 现在 他在9月18日 又宣布 台湾的释迦 和年务 檢出 有些戒壳厂 所以 9月20日 就是今天 暂停进口 蔡英文 最近都要回应 他就说 其实是 违反了国际贸易的规范 他遍遍 他遍遍行为 就是第一次 所以 就有些 去化一些 扎鼻的声明 那这个当然 是 一些 但是这些都是 国际贸易的规范 就是政治事件 就是之前的时候 你做的 你什么的时候 就是借开借入币 不是的 就是专门打你的痛那里 就是你那里痛 就是专门打你的那里 那你们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说 蔡英文有什么面皮 有什么面皮 你19年的时候 你19年的时候 帮助香港暴动 帮助香港暴动 这件事 已经是罪目可说 这件事已经值得收回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们 就是 你们应该没有面目 说这件事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 两岸国际的消息 就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